房车旅行啊,有的时候就想追求可以驻在风景,但是越美的风景呢,可能越是海公路之外,你作为一个公路托管,为于新州定制的这个加强行动,做了升高,我们就更有信心了。 虽然说新州的这个新底盘和这底盘比起来呢,升高的距离不算太高,但是就多了这么一点点,就让我们的旅行更加的平容,咱们一起来看这个设施路段,新州3+,它的表现,可以看得清楚是说这个底盘其实比水,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,一边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,从正面看,提卡,它的高度是在这儿。 来,水面有一定的距离。那后车和水面的距离,其实和提卡,离水面的距离是什么样的。 这些一般的这种小请餐应该是不错的。 马上呢,我们要迎来的是一个碎石路段。 可以看得出来啊,虽然是公路托管的底盘,但是它也支持这个前车和后车的警惕角度不一致。 这一点。 很多朋友关心啊,这单轴车和双轴车的区别是什么? 其实其中一个区别呢,就是大家看现在的这个单轴,在过碎石路的时候,它会弹跳的不一致。 如果是双轴呢,它就会更加平滑一些。 新底盘的重载力是就底盘的两倍,这一点很重要。 这不仅能让我们当更多的东西啊,最重要的是,它可以从载树弹跳落地的这个力。 我们房车停的地方呢,是一片很开阔的草坪,然后周围都是山。 旁边还有一条小溪流,哗哗哗哗哗的声音很好听。 而且远处呢,还有风车。 而且一点都不是还特别凉快,有这种小凉风,你看。 刮到身上觉得,哦,好舒服。 这就是夏天露营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哎,大家已经齐心协力地把这个缩椅弄好。 对。 做杯咖啡吧,老婆。 我把我的那个手冲套装拿来。 其实有的时候啊,露营真的是要找这种环境很美的地方。 到这儿就发现真的太值得了。 那么这羊链放上去。 一会儿太阳苏蓝也不会觉得太。 寇哥已经开始享受这几个经典了。 哇,那寇哥的腿好白呀。 真的好白呀。 从来没帅过,夏天都是穿长裤子是吧。 但是风比较大。 做点水是吧。 今天喝什么,手冲吗? 嗯。 嗯,不错呀。 今天晚上咱们就别睡了。 咱俩睡这plus上。 三plus这个空间啊, 挺好的。 挺大的这里面。 我刚刚看这个车一路过来, 我就在想, 咱们这个车如果开过来, 能不能过来? 会不会脱底啊? 但我看了一下, 应该问题不大。 因为, 全程它这个底盘离那个, 合到那个石粉啊, 都挺高的。 看我们那摄影, 多敬业。 一个个全是伏地膜。 哈哈哈哈, 全在地上趴的。 太把拍了啦。 没事啊。 。 拍摄本身就是房上通红的一部分。 多这么理解。 就是, 。 你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, 是吧? 等一下喝咖啡呢? 嗯。 水要开了吗? 不要。 老婆。 嗯? 咱们的回忆上又多了精彩的雨。 今天的天很给 看天上这个云 刚好把太阳遮住 然后也不晒 那给大家分咖啡 好可怜 人一点点 朋友们 辛苦 要是我们每次出席 都有这么大的队伍 太爽 太幸福 太幸福了 是 来来来 谢谢 来 现在我们咖啡也喝完了 准备再开着车 去下一个地方看日落 哇 日光出来了 你看那个小溪上面打的光都漂亮 对啊 这边真的太美了 你看太阳在天上形成了一个大光洞 小溪哥 你觉得如果刚刚那个路你的一号的话有没有问题也没问题 没问题吗不会脱底吗 一号的通过性跟这个三方的事情差不多吧 没有啊 它这个新底盘啊 一号 我说是新一号的底盘呢 新一号那肯定没问题 也是身高吧 对 老一号 关键它的接近角和铝气角其实差不太多 老一号和新一号的底盘高度还是差挺多的 差了四公分嘛 但有的时候这四公分就很不一样啊 对 是很不一样 有时候你会心疼 就是老磕里头的话 对吧 虽然也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拽回去 但是还是能不能功功